孔融让梨 孔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校 他有五个哥哥 一个弟弟 一天家里吃梨 孔融拿了一个最小的 父亲看见了就问孔融 这么多梨 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呢 孔融说 父亲我年纪小 应该吃最小的 把大的留给哥哥吃吧 父亲又问 那你还有弟弟呢 他比你还小啊 孔融说 我比弟弟大 我是哥哥 应该把大的让给弟弟吃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的说 你才四岁 就懂得和兄弟互相礼让 真是个等礼仪的好孩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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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